当医生专家看了以后 也是说两年以后不死 还是高谈 就如同一个大霹雳一样的 就劈向了我们 一个大雷 然后我父母当时 他们就特别的无助 就几乎于崩溃的边缘 我爸爸就那么平时 就感觉他特别彪悍的一个人 可是那个瞬间 你就觉得他好无助啊 一个大男人没有话了 然后我妈妈就一泪洗面 一直哭一直哭 你们家唯一的一个男孩 唯一的 而且我的弟弟健康 成长到八岁 就突然之间就生病了 这对我们家来说 就是打击更大 然后我们就在这个 到了南京 这个医生这么说以后 我们就很难再往下进行了 然后我妈他们就说 要不然咱们就回去吧 我妈每天就哭啊哭啊 当时那个医生说 他说我在手术台上 最高的难度是到128度 可是余英杰这个患者 已经到174度了 中间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空白 说很有可能随时在手术台上 就再见就下不来手术台 他说那我自己所有的这么多年 在医学界上的这个 也一瞬间也会瓦解 他说对于患者 对于家属 对于我全是风险 然后我弟弟我们俩就悄悄的 自己私下里做了一个交流 我弟说姐已经这样了 他说干脆你就把我交给他 然后就做个实验吧 反正专家也说了两年以后 不死也要高贪 他说没准有奇迹呢 让医生拿我好好研究研究 然后以后和我一样的患者 他们也能受益 就是拿我当个实验品吧 所以当时对你来说 可能做了这个决定之后 最大的问题就是缺钱了吧 缺钱了 当年是当时做这个决定的时候 我们姐俩还拿了一个 一块钱的钢棒 然后由正反面 然后决定这个命运 结果就通过一块钱 我们就上了手术台 就跟医生做了一个赌注 然后医生也说 他说患者和家属 对我这么信任 而且你们有这么大的一个 就是这么一个决心 对我充满了信心 就是信念的 把这个人交给我 把这条命给我 也是你们的态度感动了医生 对 医生说我也要挑战 所以当时你最缺的这一笔钱 是一笔多大的钱呢 当时最缺的这一笔钱是 我自己手里有那么几万块 然后当时医生说不够 说你还得再去找十万块钱来 可是那个时候觉得 对我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太大了 我只是一个小小的演员 就那些钱 我还是攒了好几部戏 才拿到的 然后我就安抚了我的爸妈 我说你们在这等着 这都不是问题 我马上就回北京去找钱去 其实我说的自己 感觉很有信心满满 但其实我内心是崩溃的 我不知道前途 前面会怎么样 但我得安抚我爸妈 如果说我弟弟这块倒下 我父母也跟着就倒下了 所以这三条命 我就一个人就回到了北京 特别的茫然 然后我就 在北京我就犹豫了三天吧 这三天 我每天在街上走 而且是借住了一个姐姐家 睡在她家的沙发上 也不敢跟人说 因为我觉得我是借住在人家 就每天出去走啊 沿街走 后来到了第三天 我就突然醒悟 我还抽了我自己 我说哎呀 我说我的弟弟躺在那儿 我的父母不知道什么时候 也会随着这件事情倒下 我还要什么脸面 我都来了三天了 我还没有张开嘴 还去跟人家借钱 还死要面子在这儿撑着 我说我在大马路上 来回走 这么浪费时间 我干嘛不 就豁出去了 不要脸了 我也不要脸一回 然后我就拿出 我自己的电话本 就挨个打 在人生路上 你会遇到不同的过客 和你有不同的交情的人 所有所有 当你遇到事的时候 你才能够真正知道 什么是你的朋友 然后朋友他是分 是会分出类别的 原来我就觉得是统称为朋友 可是在那件事情上 我就觉得 原来朋友是分不同的 然后我就一个一个打 很多的不同的拒绝 还有的人 可能还会说 哎呀你一个小演员 你什么时候能有 能还上呀 你得有偿还能力吗 我全遇到过 全遇到过 后来就打给李哥了 后来我就打给李哥 打到李哥那的时候 我其实那个时候 已经不抱任何希望 我就试着按照 我的这个通讯路 再一个一个打 打到鸽子那的时候 鸽子就 我才没说几句 鸽子就提 他说我明白你说什么了 我听懂了 你不要再详细的介绍了 他说你在哪 后来我当时看了一个标志的 我说这是牡丹宾馆 他说学儿 你就在牡丹宾馆那等我 我就站在那个马路边上等 很快鸽子就来了 他很快 超出了我所有的想象 然后他就快速地走到我面前 快速地给了我三万块钱 然后转身就要离开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哇 一切都来得太快了 然后我就抓住他 我说不行哥 你等我一下 我就赶紧去跟人家借了笔 借了纸 我说我要给你写个签条 然后这个我要保证还给你的 我让你你借给我钱 我心里也要让你觉得踏实 给你一个 然后他说不用不用 我就强行这首拽着他 这首就写 写完之后 然后我就塞给他 强行塞给他 然后他在上车 上了车关门那一瞬间 他就撕碎了 就连看我都没看完 仰手就把碎片就飞到空中 然后他坐的车就走了 我就一直追 抱着那三万块钱 我就觉得 哇 特别感动 太让我感动了 就是 那是救命钱 李哥老师当时是 已经演了不少戏了 这是你的自己的存款吗 还是管别人借的 我是就是自己的 猫耳仪是攒的 自己攒的 攒的 当时想过没有 有可能真的还不了啊 还不了就还 他这个举动我觉得是 我很佩服的 我真的很佩服他 作为大姐 他能为弟弟 真的 因为作为演员 他那个面子啊 真的是很要面子的 月贤真的 他我也能为他弟弟 能张口跟我借这个钱 我觉得 我首先是很不容易 觉得他 那个时候 这三万是你全部的积蓄吗 对 差不多 我们那时候 我们那时候 春天都不多 因为我们俩那时候 都是在这个行业里面 是新人 他不会有特别多的积蓄的 所以他那时候 能够拿出来 我特别感动 还有另外一个 也是咱们电影圈的一个 叫 刘涛 那男的叫 对 还有两位朋友 一个叫刘涛 一个男演员 叫刘涛 刘涛呢 也是我在 就我通信录打 整个的一本都打完之后 一个是鸽子 还有一个刘涛 他就说 月仙我是在火车上 他说你回头 一会儿我给你个电话 你就按着我给你的地址 去找一下 就到那拿钱 然后很快 他就给了我一个地址 我就到了 他指定的一个饭店里去 然后见到一个人 那个人就给了我 拿了两万块钱 给到我 我就觉得沉甸甸的 我还跟那个人 我说这个钱 他说你不用问 你就这是刘涛 让我给你的 然后你回头 就直接跟刘涛 那个对接就行了 那后来这些钱 你还了吗 还了 还了 然后还有一个 第三份钱是 我老公的发小 叫王硕 对 他是当时跟我老公 在一个剧组里拍戏 那个时候他们也都很年轻 我老公做执行导演 然后王硕做摄影师 他们在拍一个 跟长中有关的 那么一个戏 所以每天都是 拍红军的队伍 要上山 而且要晒得黑黑的 他们就 他们已经就 因为每天那么工作 都晒糊了 然后他也听说了 这个事之后 他就说 他说张云松 你赶紧的 你去会计那 把你那份片酬领完之后 你把我那份 烧带脚也都拿出来 赶紧去救你小舅子吧 就这么着 所以我这三个朋友 让我永生难忘 太感恩了 然后我后来在 我弟弟的第一个大手术 14个小时的手术 第一个大手术 是14个小时 当下来 安全的下来手术台 然后送回到病房 而且看到那个 就是那个医生 那个专家呀 挥着他的手 我就感觉他的白大褂 在走廊里迎风飘 然后他逢人就说 然后每个病房 他都通知 他说我手术成功 我挑战成功 我的极限 我挑战成功 就这么看着他远去 在拐弯的那一瞬间 然后我就跟我妈说 我说妈 我出去办点事去 我撒腿就跑 给我们打电话 然后那个 很成功说 对很成功 然后我当时是 还得到那个 就是医院里边的座机 你没有手机吗 那时候没有 我得到那个墙上 那种挂机去打 然后我就挨个 我说鸽子 我说我特别感谢你 我告诉你 我弟弟手术成功了 我说我特别感谢你 谢谢你 然后这是救命钱 我说他成功了 成功了 然后又打给了刘涛 打给了王硕 我就通知他们三个人 我说成功了 就这样 怎么忘记 旧日 心中 能不幻想 旧日 朋友 岂能 向往 有一滴 我们来也快 三十年了 这一块 没什么 我觉得 借的钱 我觉得就是应该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 正能量的事 真的我觉得 我觉得我还挺好的 当时 我觉得做一个正确 非常正确的事 要知道李哥 我相信这第一是 你们的交情 第二 这就是你的为人 我特别希望 这种美好呢 能够多一点 我们有的时候 真的是在这样的 一个问题面前 可能这样的故事 是因为少 所以才让我们感动 所以真的是 这份美好 希望永远地 保存在这个记忆中 王老师 我觉得 也可能是我们 就是在 一直在部队里过来的 就从小在部队里 就是文工团 那会招呼来 就小十几岁 教育可能不一样 教育不一样 老师那时候 我们学表演那会儿 第一课老师就说 就是先做人 对 后学一 一直是这样的 所以因为我们做演员 就是说 老师那时候就说 你在屏幕上 你假一点 就是你演戏 观众就能看出来 所以你生活中 就要真实做人 所以我一直牢记 是这一点 非常开心 见了我心心念的鸽子 也见了我最喜欢的月仙 特别感谢大家 对于月仙 对李哥的支持 也特别期待 在下周同一时间 我们继续相约 再见